上版的加德利亚兰其实长得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它的造型跟盆质差蛮多的 你可以看它这个长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挺拔感 因为它是往上涨的 那这边都是上版的 这个都是Meshima 就是巨大家德利亚兰 那里头混了一些其他的 那你看它长的感觉就是一直往上涨的感觉 非常的壮硕 那当然了 这个板子可以长很久 因为它长速其实不是非常的快 加德利亚兰一年大概一牙到两牙 所以其实非常的慢 所以你看这个板子上版了以后 它就慢慢的长 那当然呢 上版比较安全 它的比较不会烂掉 那你看这个也是上版 有吗 这个 这也是上版的 我觉得上版的感觉跟盆质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会有一种 一种在树上的感觉 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那盆质呢 当然比较好管理 然后比较好种植 但是板子就是立体空间啦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立体空间感 所以它就往上涨的感觉 对不对 那这边也都是 你看这个也是 这也是 上面有一颗石壶垂下来 这也是 这也是上版 你看它的根部就会盘到板 盘到这个板子上去 然后呢 就慢慢涨 它会速度比较慢 因为 没办法 它的养分能残留的状况没这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原产地它可能涨的时间 会比我们人工的时间更久 加德利亚兰在我们人工时间 大部分要四年嘛 板子可能要五年以上 那在野外可能就更久的时间 因为养分的关系 可是也很难讲 说明它的环境比较适合 那你可以看它的枝条一条比一条大 就表示它养分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表现的状态 那刚板上板子上的时候呢 其实它后面的 你看这个枝条就会慢慢的死掉 有时候不适应就会慢慢死掉 可是后来就越长越好了 你会发现 它只要稳根了以后 就会越长越好 那这个也就是这个状况 那上版呢 有些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把它上版 因为我这里盆子太容易死了 有时候都是从那个基部烂掉 就你看到基部开始黄黄的 然后就变黑 然后就开始一直蔓延 蔓延慢慢到整颗就死掉了 所以常常出现这个状况 后来我发现上版以后 就没有什么这个状况 比较少 有时候会 但是问题是它会挡下来 就会停下来 所以呢 后来我还是把它改成板子 会比较会比较好一些些 不然有时候 有时候买那个很贵的品种 买一买 它就死光光了 就很麻烦 就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我会把它上版 你看这个其实中间 中间的部分有死掉 一小小段 对不对 你会发现 如果是盆子的话 就一直走 一直走走走 然后就整颗死掉 那这个就是表示 它中心的那个 中心的 有烂掉的地方 有挡下来 因为有时候下雨啊 或者是被虫咬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那加德利亚兰 最常出现 就是整个烂光光 就从一个从后端开始烂 然后一直往前烂烂烂烂烂烂 烂到整颗都死光 这个最常见 那所以呢 我后来才会用板子去做处理 你会发现板子这个状况就少很多 偶尔还是会出现了 你会发现 偶尔有时候可能这边就出现一个烂掉 然后就一直延续 可是它就会停下来 就不会继续往前 最怕就是一颗 有得病 然后就整颗得病 然后就死光光 我最怕是这个状况 然后死光光还没得救 因为它就慢慢的黑掉 整颗都黑掉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所以后来你会发现 我卡多利亚有些都把它动到板子上去 那相对而言状况少很多 不是说没有 但是就少很多 不过那个形态会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长出来的形态 就跟原本它盆子的形态不一样 它会往外 然后往上 就我们在卡多利亚 其实如果你是盆子的话 你会发现全部都往上 那这个是像朝这样子的 然后像你的日光而走 你的日光像朝外的话 它就这样往上涨 其实还蛮有朝气的感觉 我觉得 所以呢 这个是好优点 它的 我觉得优点就是 它不会很快 所以一个小的板子可以爬很久 爬个三四年 可能没什么问题 爬个五六年 说不定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板子大一点 它的速度其实不会非常的快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那如果你的板子 比较大的话 甚至可以走好几年 因为它那个速度 真的是很慢很慢很慢 那缺点当然就是 水分比较没有那么够啦 所以它比较 长得比较慢一些 开花呢 也还好 像这一棵呢 是每年都开花固定时间就来花 所以这两棵的Messima 是还蛮乖的 那有些呢 没有那么乖 有些呢 像有些 像我有些小猪哥不太开 那那些小猪哥长得也还OK 但是就不喜欢开花 那我也没办法 不过呢 这种种植方式呢 就是其中一种种植方式啊 大部分商业型的种法 还是用盆子 还是用粗料比较多一些 但是因为 我这里环境的问题吧 盆子跟粗料太容易死亡了 所以后来就换成板子 那我发现 我在这里板子状况不错 但是 还是要看你的环境 我说呢 每个种兰花的 你家的环境 跟我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所以环境不一样 所遇到的状况也不一样 那所以 日照环境 温度 湿度 都有可能不一样 那这样的状况下呢 所以每个人的环境 种生命类的 就没有那么的 一定的 要怎么种 要怎么处理 有线板子比较适合 有线盆子比较适合 有线光线不是那么够 所以你可能要补光 那像我这边 这一面 光线是够的 因为它是在那个 全日照的下面 它外面有一层遮网 所以全日照是够的 所以 每年这里的加德利亚兰 会乖乖开花 主要是日照够的关系 那如果你日照不够 卡托利亚开花性 就会降很低 就会降低非常的多 你会发现 人种了好几年 都不开花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点的地方 所以呢 不同的品种 它所需要的环境光线 也不太一样 那像卡托利亚这一类的 就强光 石壶兰这一类也是 像这个下面就种石壶兰 这边光线也够 那在下面我就种蝴蝶 所以一层一层 种的东西不太一样 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构造 最上面那一层 我会种比较耐干的 像卡托利亚类的 那中段呢 我就种石壶类的 那在下段我就种蝴蝶类的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层架型结构 因为这种结构 你会发现还蛮适合的 因为蝴蝶眼就比较不喜欢 那么强光 那你强光是有些蝴蝶眼的叶子 就不好看 那虽然会活 但是就不好看 那加德利亚兰不够强光 它不开花 那但是石壶兰类的 你太高 在我这边太高 它太干 就是湿度太低 那也长不好 所以我尽量会把卡托利亚放在最顶层 然后石壶兰放在中层 像这边就是石壶兰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石壶兰 还有一些喜欢潮 因为下面有加湿器 还有一些喜欢潮湿的 像黄碎兰之类的 碎兰之类的在这里 像这个也是台湾黄碎 在这里 躲在这边 然后其实都长得还不错 那这个是石壶 这是豆兰 就躲在这下沉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结构 是蛮有趣的 有时候在挂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层一层结构 蝴蝶岸都在底层 因为我上层那边 其实也躲一颗蝴蝶 它效果很糟糕 它长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 我可能会把那颗移下来 那所以你会发现 你就算你的同一个位置 你可能兰花的位置不一样 长的状况也不一样 所以呢 我会去看它的状况 去移动高低层结构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上层就是干 因为风强 然后中层就是稍微潮湿 因为下面有水雾基 那下层就是比较偏潮湿的地方 这一层就是水 水雾基会上来 所以这一层就比较潮湿的地方 所以就是种一些 比较喜欢湿度的 那卡托莉亚呢 它比较耐干 所以我觉得它乖乖的 大概比较高层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中高层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加德莉亚兰居多 那边都是加德莉亚 它都比较耐干一些 那一颗要换板 那一颗的板子 已经好几年了 都还没有换 所以你看它有一些慢慢枯掉 就是它根系开始死亡 可能要换成木板 或者是换成橡木皮 都可以 就是橡木皮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好的材质之一 那你看 所以加德莉亚兰 如果你上板 就会长成这样子 非常有朝气 你的阳光如果从这边照进来 你看它每颗都是这样子 新芽都是这样子 新芽都是这样子 上面其实这边藏了 大概十几颗加德莉亚兰 都是这样 那今年看起来长得不错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开花季 还蛮值得期待的 因为都已经到了 慢慢的成熟株 有些我是跟人家买小苗的 像这个应该是买小苗的 所以它慢慢的长大 尽量小苗 还是要等好久 所以如果你要买小苗 还是考虑一下 买开花株 可以少走很多时间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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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